吐吐吐吐吐 今天挑戰繼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ubusky 版帶Cubusky系列的 神劍闖江湖的奇藤1R 盒子這樣子那不廢話 直接猜內容給大家看 基本上這一組算是 個人是為了他的動作買的 這一組非常的適合拿來擺動作 奇藤1 打開裡面這樣子啊 身體 是分開的這點還不錯 我現在才發現他的 他的刀是另外再撞上去的 試刀不錯 再低一點 刀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刀效的部分可以直接取消掉沒關係 為什麼他防呆 是做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就變成 用屁股見人 頭髮 頭髮這樣子啊 被明艷 戲稱所謂的蟑螂虛的頭髮 他頭髮是軟的啊 但其實我覺得可能不要太常擺動比較好 衣服這樣子啊 然後他的絕招雅土啊 實際上他本人 這一個人物是 新選組那個日本 明治維新時期 確實存在的一個人物啊 真的叫奇藤1啊 在其他一些動漫裡面也有出現過 算是 跟那個土方吧 土方碎山 新選組那是念玄吧 算是蠻常出現在一些 日本動漫裡面的一個角色 絕招是左手平刺圖啊 但在神劍闖江湖裡面 被戲稱成雅圖啊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角色 組裝完成後是這樣子 側面這樣 他的眼睛完全沒有 Cubaski那種可愛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兇狠 這點還不錯啊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這一組其實蠻多賣場特價啊 一百多塊就買得到啊 但我覺得這個 我個人很喜歡這一個身體啊 這頭拔掉的感覺 可以給其他的角色用 這點還蠻有趣的 就是Cubaski的奇藤1啊 正面這樣 上面這樣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是 Cubaski的 他的底座是有做防袋 但是 他的底座如果從這邊 正常來講是這個放前面 他就變成從屁股見了 這點還蠻奇怪的 這是神劍闖江湖 算是 主角群之一啊 後來他們 今年有推出新版的版本啊 不知道能不能 慢 不知道動畫能不能推出 新版的動畫 不知道能不能 把動畫延續到那個 所謂的 雪帶原篇 或者是現代的那個 北海道篇 我個人是蠻期待 如果可以做到北海道篇的話 還不錯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 這是Cubaski的 神劍長江湖的奇藤1